夜深深一阵嘈杂 打断了正在跟歌妻深入沟通 后庭花怎么唱的丑王刘悟 一听这话丑王也不惯着廷尉脾气 带着四五六个士兵提着剑就冲出去对线了 一张嘴就展现了大汉彪悍的风土人情 这话刚落下 郑主御史大夫朝措缓线了陈桓 刘悟知道 眼下朝措带着一大堆廷尉可不是来拜年的 朝措也不客气 直接搬出来 这是皇上的授权 纠察汉氏王侯及官员的不端行为 刘悟一和解 一般这事大家都有 有的偷偷摸摸关着灯 我以丑王在自己的官邸里 哪怕开着灯又有啥关系 一听这话朝措寻思 行了 本来还想给你留几分薄面 没想到你不识趣 不装了 我是来砸场子的 我摊牌了 对此 楚王的回应堪称大的方方 有用怎么样 朝措一听 这话可就不能这么说 这会儿的楚王也是恍然大明白了 朝措这属于是黄鼠狼给鸡崽子拜年 没安好心呢 对面一张嘴 就是大汉风情的刘悟 朝措就显得淡定的多 大王 您要是觉得冤枉啊 自己嗝跟皇上说去 而楚王刘悟并不知道 这件事仅仅是薛帆之策的前奏 一样的夜 楚王刘悟品行不端被抓 梁王刘悟彻夜难眠夺步 楚王在等廷尉的皮鞭 梁王在等一个男人 此人正是韩安国 这话三分斥责 两分教陈 他老刘家队的男人 向来都是有一套的 韩安国眼见梁王脸上不好看 也不敢说 自己跟填坟去喝酒看球 只说自己去打探消息 韩安国也是知道 梁王心下担心什么 索性直接了当 御史大夫朝措 星夜派出探子 搜刮个诸侯王的罪行 已经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刘悟文言 目光如炬的 看着韩安国心说了 好家伙 我也是诸侯王啊 我老哥 不会连我这个亲弟弟 都给削了吧 接着他颓然的坐下 他们敢造反 韩安国快步上前 一两个不足为据 要是他们联合起来 别忘了 这些诸侯也姓刘 都是高皇帝 刘邦的子嗣 谁怕谁呀 面对着刘武问询的目光 韩安国也适时的出谋划策 以求保住自己的范感 门外犬废生生 刘武 站起身来 韩安国的话说的巧妙 飞鸟进 梁公曹的道理 他高祖爷爷就生动的演绎过 所以才有了韩安国的 点蹄之语 一场皇家狩猎 却成了帝王的棋局 一句轻飘飘的话 让梁王刘武 本就不踏实的心里 咯噔一下 简单几句话 给老弟刘武教了地 当哥哥的 要削翻 万一天下乱了 您守住东边 好处 大大地有 毕竟 也是一代人节 刘武也明白刘起的意思 这也就是当着刘起的面 表明了他的立场 哥哥放心扉 弟弟永相随 我刘武 是站在朝廷这一边的 如此一来 刘起心里 也算是有了几分底气 可接着 羽林军的士族 拿着一只兔子 就发现不对劲的 兔子身上插着梁王的剑 眼见发生了争执 刘起翻身下马 一旁的侍卫 赶紧告知说 在兔子上 发现了梁王的剑 这可不是小事 在皇家裂长 用本国剑簇 这是要谋反吗 梁王看着自己的剑簇 冷汗刷的就下来 可留起这个老狐狸 接下来的演出 才是要给这一场 匈友帝宫 献上最精彩的演出 你们大鸡小怪干什么 梁王是朕的亲兄弟 接着 就和梁王刘武 激健而歌 恰如那时少年 只可惜 欲买桂花 铜仔酒 终不似少年游 帝王家 又有几个 匈友帝宫呢 那么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观看 东乐剧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